立陶宛对俄罗斯实施毁灭性的制裁 恰恰是在给中国送大礼 大家好 欢迎收看马超说 那么最近全世界的目光都被中东地区给吸引过去了 那么欧洲这边就有国家可能觉得要出来溜一溜 拉一波关注度 可能有的网友会觉得我要说的是乌克兰要出来卖惨了 但是我今天要说的还真不是乌克兰 而是波罗的海三傻之一的立陶宛 立陶宛这个国家其实我们并不陌生 我们已经聊到过很多次这个国家了 它就是一个弹丸小国 那么它要实力没有实力 要资源也没有资源 但是这个国家一直是美国麾下的一个反华急先锋 那么说实话 立陶宛的这种反华政策 实际上真的没有对中国造成什么太大的影响 最大的作用可能就是恶心人 那么最近这个立陶宛又干了两件事情 一件事情是对匈牙利和俄罗斯领导人 在北京举行会晤这件事情 是表达了一个不满 那么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他宣称要对俄罗斯发起一个毁灭性的制裁 那么我们本期节目就先聊一聊这个第二件事情 因为立陶宛对俄罗斯发起制裁 不但伤不到俄罗斯 反而可以说是在给中国送大礼 而且整件事情看下来 我们不得不感慨 我们的中国是有先见之明的 那么前几天立陶宛就发布消息称 作为欧盟的有力支持者 也是为了表达立陶宛本国对欧盟动作的一个支持 立陶宛要配合欧盟对俄罗斯实施的第12轮制裁 对俄罗斯发起一个毁灭性的制裁 那么立陶宛准备怎么做呢 他提议禁止对俄罗斯出口钉子 钮扣按钮等等生活用品 听起来是不是有些荒唐 那么刚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甚至会觉得 这个提议的内容上是不是有什么错漏 所以当时这个消息一出来 就连很多欧盟的官员都在私底下表态了 说这简直就是一个通话故事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一片质疑声中 立陶宛却是相当坚定 也是相当自信的 他们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建议 长达数十页的一个篇幅 不仅写明了自己禁止对俄罗斯出口的物像 还摆出了一副姿态什么样的姿态呢 他说你看我们已经开了一个好头 欧盟各国都要抓紧跟进了 那么甚至是立陶宛还表示 别看这些禁售的物件非常的小 但是只要欧盟各国团结一致 那么俄罗斯将会因为这些钉子扭扣 而最终走向崩溃 那么换言之 就是在立陶宛政府看来 通过此举 他们完全可以摧毁俄罗斯的工业能力 让俄罗斯束手就擒 多说一句 我觉得欧盟这个时候在心里肯定是在骂人的 因为欧盟现在这个情况 肯定是要趁着美国注意力 集中在中东的时候回一口血 结果立陶宛跳出来这么一闹 把欧盟给搞尴尬了 立陶宛对自己的这个计划 是非常的自信 非常的笃定 但是实际上 这个计划可以说对俄罗斯是毛用都没有 俄罗斯对人的速度是有目共睹的 那俄罗斯方面就迅速的来回应了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就直言不讳的说 如果中国的纽扣等相关制造商 发现了立陶宛的这个计划 不知道他们会陷入怎样的疯狂呢 的确 立陶宛的这天衣无缝的计划 不仅是弃笑了俄罗斯 也让我们神秘的义乌老板们是乐出了声 那么说白了 立陶宛的这些把戏呢 俄罗斯其实根本不在乎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完全有人可以填补这块市场 那么反倒是欧盟啊 如果这个制裁计划真的落实了 那么欧盟境内的相关厂商 恐怕就是要倒闭一大片了 那可以说这个计划 就是把俄罗斯的市场完全让给了中国 给中国送上一份大礼 那么实际上啊 我们说在俄欧冲突之前呢 西方世界还没有开始制裁俄罗斯的那个时候 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虽然好啊 但是从人种等等角度出发呢 俄罗斯民众在购买各种商品的时候 其实是会更倾向于购买欧洲货 那么随着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 西方世界开始制裁俄罗斯 那中国制造就大量的涌入了俄罗斯的市场 结果现在啊 俄罗斯的民众发现了 这个中国货是物美价廉 于是呢 俄罗斯市场彻底的就向中国打开了大门 所以就算是现在西方世界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了 那么他们也很难夺回俄罗斯的这个市场了 那么立陶宛为什么会觉得这样的制裁 会是一个毁灭性的制裁呢 其实这可以说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 那么从苏联到现在的俄罗斯 在这个消费品生产方面是处于弱势的 这也是为什么欧盟在制裁俄罗斯的时候 总是盯着一些跟轻工业产品相关的领域来下狠手 那么如果没有中国的话 俄罗斯是肯定要吃大亏的 这也是我之前为什么说啊 我们中国是有先见之明的 因为在这个新中国成立之后呢 在我们伟人的带领之下 中国是坚持走自己的工业化之路的 拒绝了当时的苏联提出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分工的一个提议 那么尽管当时有人认为啊 这是放着红利不要 但是时至今日呢 我们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唯一一个拥有独立 且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了 不仅说明了我们中国的高瞻远瞩 也是让各国羡慕我们正在享受的这种真正的红利 好的本期话题到此结束 感兴趣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和我讨论一下 我们下期见